哈喽大家好啊,我是刘二手啊,今天上次给大家说啊,上次说到我又去玛瑾了 这一次呢,是跟那个李响,还有那个孙哥他们一块去 那个孙哥,人家是大老板,有钱,但是李响我觉得这个孩子挺憨厚的 他比我小一些,但是呢,他到底是跟孙哥是啥关系呢? 其实那会儿我不太知道,但是呢,那会儿呢,孙哥呢,就是挺仗义的 因为孙哥和李响他们俩都是那个汉尔滨人,都是东北人 东北人怎么讲呢,就是很有正义感啊,就是啥意思呢? 就是我叫孙哥一声歌,人家就觉得啥呢? 人家就说,你叫我这一声歌,我就有这个责任啊,就得管你 就这样啊,然后那会儿呢,就是到了妈哥以后,跟我还是吃孩儿住 孙哥都给包了啊,包括玩什么的,那个孙哥也给我点啊 挺好的,然后那个,我记得那一天,孙哥是在那个厅里头去打,当时厅里头最低的那个投注额是一个W,就是不能低于一个W 孙哥呢,一起手呢,就基本上就是5到10个W啊,就那么夸夸往上推 嗯,当天孙哥呢,嗯,晚上12点左右吧,红的得有60个W啊,然后红完60个W之后呢,就是决定去那个什么,让那个,他那个公关呀,就是说要修车啊,就是要吃自助餐啊,要吃自助餐 然后那个,当时呢,就是找了几个,就是弄了几排那个俄罗斯战俘牛排 就弄到房间里头了,啊,就看我们想吃什么口味的 就当时那天呢,我就是,怎么说,那天身体状态不太好 啊,就是 感觉不太舒服,然后就是,我说那你们先挑,你们先吃吧 啊,那个孙哥就说,没事,啊,你们先,你们哥俩先挑,我大,得有个大样,啊,我得有大样 你们先挑,啊 啊,理想呢,那会就挑了,啊,选了一个俄罗斯战俘牛排 然后他说,那个,二叔老弟,你也赶紧着 我说,那个,孙哥,今天我那个,这个,头,头,头要疼,我说,我,我 今天先不吃了,啊 我说,那啊,你干嘛呀 我说,二叔老弟,这人啊,该玩就得玩,什么东西都得体验,你知道不知道 啊,你这个,一辈子能吃几次俄罗斯战俘牛排呀 你这好人对着机会就得吃,该吃吃,哥请你 当时呢,我是真的是吃不下去,啊 后来孙哥呢,看我,说吃不下去呢,他也就没带那什么 然后他自个儿选了一个,啊,然后上下,挑上去呢 他公关的就给领走了,啊,就给领走了 当时那个孙哥的房间还挺大,啊,他们俩就各自找到小房间 自个儿单独吃毒神去了,吃那战俘牛排去了 啊,嗯,大概过了有那么二十几分钟 他们俩就都吃饱了,出来了,哎呀,这个,给我谈这感受啊,真好吃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这种体验啊,二十老弟,你没体验,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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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了 啊,什么这那样的,啊,就跟我说 然后当时呢,我,我是,真的是身体不舒服,啊,我说行行行,好 我说下回有机会,啊,有机会咱们去再体验 他说别下回,要不然就现在 就是孙哥当时跟我说的话,啊,这大哥呀,就是有大哥的好处 他唯恐你吃亏,他唯恐你那个想不着服 我说没,没,我说那明天嘛,我明天要感觉身体得劲了 我说我再吃 当时那孙哥呢,就说着东北话,说能准是吗 我说什么叫能准是吗,他就说你能说的准吗,能定下来吗 我说怎么,他还比我还着急呀 我说我还不一定呢,啊 然后那,那你说不准是 然后那个,你要说准是了,明天晚上那谁工工给你安倍 我说我还不一定 完了呢,那个,就这么着了,然后就休息了,休息了 到了第二天那个,我们跟着孙哥又去玩去了 啊,孙哥呢,给了我和那个理想呢,一二五个W 让我们自己玩,这孙哥就在那推 其实呢,当时我的想法呢,是 我想抱孙哥的大腿 啊,因为这个底层人啊 你要想发家,你要想有出息 你必须得有靠山,你必须得能抱大腿 啊,靠你自己单打独斗是不行的 之前呢,我积攒一下那是W呢 让尼古拉斯照刺呢,一下给我弄走了 清零了,等于就是让他给我 啊,我得从零开始了 从零开始怎么办呢,就得抱大腿 啊,然后呢,那天 其实我是想等一个机会 就是等什么机会的,就是等那天孙哥 运气差了,啊,想找人带打了 我帮孙哥呢,带打两下了 啊,帮他哄点米儿 然后这一下呢,就拉近距离了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 咱就这么说啊,说 你认识一个大哥啊 说你想挣大哥的钱 对吧,你不能说 哎呀大哥,我现在运气 不是,就是现在我日子过得苦啊 我老惨了,大哥你给我点钱嘛 给点米儿吧 你要这样的话,跟大哥面前卖惨 让大哥白给你钱的话,那你有多远滚多远 啊,大哥最讨厌那样的 你想要钱啊 啊,你得让 你得,你得能帮大哥办事 啊,说白了,你得是想着 从大哥身上证,你别要啊,要就不行了 啊,然后呢 但是呢,当时那个大哥呢 孙哥呢,人家当天晚上又红米儿了 红完米儿呢 那个,他把他那公关叫过来了 啊,他就跟那公关说 说我有个事 你能帮我办一下,就尽量帮我办一下 啊,那个公关说行 那个,孙哥就说我想修车 啊,那个公关就说 啊,行吧,行吧 你想修车,我们安排啊 那个孙哥说我想修一台印度车 啊,想要印度车 嗯 这个就让公关返难了 啊,你说日本车 韩国车,什么的 对吧,这都好找 好找 你说那个 印度车 啊 那个公关没给找来 那当时我不知道英语那什么 是孙哥看了点那个 因为印度电影里头啊 有些印度车呢,真的是 车灯也大,什么的 是吧 嗯,车的流线 也挺好 可能孙哥那会儿看了点那个印度电影 就是说 觉得日本车,韩国车,包括中国车 开的挺多了 想换换口外 日本,不是,想换个印度车开 后来那会儿呢 我就觉得我的机会就来了 啊,我帮孙哥找去 那会儿怎么帮他找到那会儿 那个鱼文码头那儿啊 有一个酒吧 叫弟弟三啊 弟弟三,然后那个 你到了后半夜 两三点钟的时候呢 那时候好多老外在那儿去酒吧 留职跳舞啊,什么的 啊,我想去那儿碰碰运 完了呢 我就跟孙哥说 孙哥我给你找 那个孙哥说老弟儿 你说话能准是吗 我说能 我说孙哥你在这儿等着 今儿晚上我指定你找辆印度车开 行老弟儿 啊,你要能给找着 孙哥不亏待你 我说孙哥不用这么客气 啊,老弟儿给你办事都是应该的 当时呢,我就那个 直接打车啊 就去那地地方了 嗯 进去呀,我就开始寻嘛 啊,当时就点了杯酒 就开始跟人家在那儿套进了 啊,动不动的就问人家 维亚有福尔啊 哪儿的人啊 有说菲律宾的啊 有泰兰的呢 泰国的 嗯,什么若莎的 俄罗斯的 然后那个 后来问着问着呢 还看见那谁了 尼克 尼克就之前我在三盏灯 碰见那女的 尼克啊 当时尼克看见我呢 挺高兴的 啊,然后就是说 想跟我一块喝点 那会儿呢 我没心情跟他喝酒 啊,我得给孙哥办事 啊,就是 孙哥人家那儿等着呢 等着修车呢 我得赶紧给他找车 然后呢 那会儿呢 我就 没 没 就是,就是有点冷落他了 啊,他就过来 想跟我喝点聊会儿 然后我就是 没心情 然后就 成天就见个人 车就问维亚有福尔 终于 哎,我碰见一个 哎 那个 印尼啊 印度的 当时呢 我就跟他聊啊 这那的啊 就用英语跟他聊 聊得挺美 这个尼克呢 一看我跟这印度这公司聊呢 他还有一点不高兴了 啊,不高兴了 那不高兴我也顾不上了 我现在眼前 我得帮大哥办事 啊,这事我给大哥办好了 那就是说能提高大哥 我的大哥心目中的地位 以后我就方便我包大腿 啊,然后那个 聊完了之后呢 我就给那个 那个 这印度这姑娘啊 就从那弟弟翻酒吧里就叫出来了 啊,然后这个外国姑娘啊 她跟男中国姑娘不太一样啊 不那么扭扭捏捏的啊 你约出来之后呢 这就 一切就顺其自然了 但是呢 我得跟他解释明白了 是不是 这个事不是说我想开车 开你这台印度车 然后呢 嗯 那个 我就跟他说明了 然后那个什么 我就用英语跟他说 我就说 make love how much 啊,一这么说呢 人家不乐意了 啊,人家就是说 你拿我当成什么人了 那意思啊 但是呢 当时呢 我,我就说 跟他说能给他很多钱 啊 然后呢 这个他说能给多少钱 我说俩W 啊,俩W港指 他一听呢 挺高兴 啊,说行 啊,好使 然后那个 我说那那那你跟我走吧 他说不是你吗 他说不是不是 然后呢 我就把这印度这车 啊,直接拉到那个 那谁呢 那个松哥呢 啊,松哥看了之后啊 非常满意啊 说那二手老弟 你这事办的真的太妥了啊 你办的太对劲了啊 这个 印度这车 我一看 我就觉得太对劲了啊 行 二手老弟啊 你这个小兄弟我认下了 我说行 松哥 我说那我就先走了啊 事给你办完了啊 去去去吧 哎,其实呢 就是说咱给大哥办事呢 就是这样 你给大哥办完了呀 你不用说 大哥 那个 那小弟也不容易给你跑前往后的 你看能不能赏小弟俩 不用说这话 大哥心里有数 啊,给大哥办完事 就赶紧走 赶紧滚蛋 啊,至于以后 怎么着呢 大哥心里明白呢 啊,不用你说那么多废话 哎 当时呢 这事呢 就等于我帮这个松哥呢 就给他办妥了 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啊 其实当时 我费了很多心机跟口说 不像我现在的视频里头 说这么多啊 如果要说的话 我这视频 我跟你说吧 你能说半个小时 就当时怎么这个 给这印度这车 给他整迷糊了 让他跟着我走 挺不容易的 后来 嗯 到了第二天呢 哎 松哥呢 挺满意的 啊 就跟我说 二手这事 办得飘 啊 当着那理想的面 说二手这个兄弟不错 啊 以后 就是咱自个儿了 啊 不外乎 哎 这一下呢 大哥夸你呢 你也别往心里去 啊 这个 别觉着说 给大哥办了一件事 你就觉着 哎 就等着了 这得 细水长流 慢慢来 啊 这个办一件两件事呢 嗯 别觉着说 你 你在大哥面前 就成红人了 不能那么想 呃 呃 当天晚上呢 那个 我又跟着大哥去了 啊 当时大哥呢 直接啊 甩给我十个达不了 啊 就说二手落地 玩一会儿 玩吧 一块玩会儿啊 那个 孙哥呢 也照常在听你玩 当时我拿着这十个达不了呢 我说实话啊 我有点犹豫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玩的话 我把这十个达不了拿回去 当时港币的汇率应该是八块八块三 八点三吧 也也能和八点三达不了人币呢 但是呢 你说大哥给你的名 你就这么揣走了 我又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然后呢 我又在大哥面前站 啊 就看着大哥玩 那当天晚上啊 那个孙哥那个运气不太好 啊 就头两天他都红名了 到第三天就开始 嗯 就是经历了滑铁炉了 可以说是 那一晚上呢 黑了三百多个达不了 这一下呢 我就那什么呢 有点那什么呢 有点害怕啊 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啊 就是 嗯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啊 然后呢 我怕大哥把我那个 给我那十达不了给要回去 因为以前呢 也有经历过这种 事儿啊 说给你了 然后看你没玩 或者怎么着的 大哥黑名了啊 洗白了大哥 然后想把你那样名也要过去 嗯 当时呢 弄得挺尴尬啊 因为当天那天晚上 大哥要上头了 反而自从修完那辆印度车 大哥就开始运气就不好了 嗯 行吧 今天视频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下个视频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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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